不少净水器企业推销起自家产品的卖点时 可以说是竭尽所能 不光会拿产品本质特点来推销 还经常让自来水公司躺枪 自来水不干净 总是会被净水器企业拿来不时的说上一通 这可以说是在踩踏污名化自来水公司了吧 可自来水公司却基本从不正面对抗反驳 这到底是根基太稳不怕净水器动摇 还是做贼心虚 其实别看净水器经常在电视机上黑对方 事实上这两个产业之间 可是有相当密切的利益关系 这里是知识TNT 自来水公司一般都有国资背景 以集团化的形式存在 体量很大 与市政部门合作密切 长期固定垄断着一大片区域 或者一个城市的生活用水 生产出的水又达到国家标准 即使不能直接充当饮用水 也不会被轻易撼动自身的地位 而净水器企业则大多是私人企业 品牌种类多 即便净水器企业大力拓宽了市场 也不会从根本上 动摇自来水公司的利益 说白了 自来水和净水器这两种产品 可以上下衔接着搭配使用 但自来水无论如何都是刚需产品 净水器虽然也会被人们需要 可两种产品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净品关系 净水器和自来水都是为人们服务 和水有关的产品 但不是相似 相近的产品 净水器永远不能替代自来水 不会和自来水产生直接的利益竞争关系 可以说二者不仅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 甚至是相互辅助 相互成就的关系 人们在生活中需要用到大量的自来水 那些安装了净水器的用户 水源基本还是要取自自来水 净水器可以对家里的自来水进行洁净过滤 这样的话自来水用起来更安心 甚至可以直接饮用 用量自然会增多 最后获利的不只有净水器企业 自来水公司同样受益 还有人说自来水公司不反驳别人说的不干净 是因为人家有底气有依据 无从反驳 这是真的吗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自来水不干净不是指自来水公司生产的出厂水 是不安全的 干净和安全不能统一而论 还有就是干净也分程度等级 我们无需对自来水太过苛求担忧 事实上自来水公司的出厂水 几乎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监测生产的 在一些因素的作用下 如果出现了个别指标超标 都会及时检查报告改良 分析检测是否会影响使用安全 所以说就算自来水不适合直接饮用 但也符合一定标准 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安全的 我们认为的自来水不干净 往往指的是家庭水龙头最终流出的水不干净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只是相对而言 对自来水使用居多的城市而言 自来水公司生产的出厂水 一般先流进市政供水管网 再进入小区街口 通过小区供水管网入户 市政供水管网建设时间跨度大 不同区域范围使用的管材不一样 多年前受条件限制使用的灰口铸铁管 镀心管等 如果更换起来工程量大 耗资量大 再加上短期内无法完成 所以这些老旧管网有不少在运行工作着 它们的老化破损错位问题 会容易造成自来水输送过程中的污染问题 不同小区的供水管网也会存在管材质量不一 老旧为及时清理更换的问题 而对于高层建筑来说 如果使用水箱供水不及时清洗 容易造成杂物积累沉淀 这也会造成自来水污染 长期使用自来水的过程中 产品设备开始老化 再加上一些不确定因素 自来水产生污染的概率就会有所提高 谁也不能保证自来水会永远严格符合标准 更何况是人们的直接饮用标准 而且自来水即便干净 也只是相对而言 这与最初水源地的不同 自来水处理基地的不同 以及处理输送过程如何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自来水公司自然不会绝对的 将自来水成为干净了 期间还有很多不可控因素 会影响自来水的水质 例如自来水消毒净化过程中 用到的氯气等化学物质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残留 所以自来水一般不能直接饮用 需要烧开或者用净水器进一步处理 自来水用户一般不会直接饮用自来水 有的会通过烧开后再放置饮用 自来水消毒以氯气为主 氯气溶于水生成次氯酸 而次氯酸见光分解受热分解 这样一来 氯气在水中的残留问题解决了 其次通过高温杀菌 水中的有害物质也可以去除不少 但高温不能除去的还有一些水垢 重金属等 在等热水降温的过程中 这些物质有可能会沉淀于水杯底部 饮用时可以多加注意 而净水器的原理也没有那么高大上 现在市场上有不少关于净水器营销的噱头 我们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的营销说辞迷了方向 任由它们牵着走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 净水器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过滤来提高水质 过滤技术如何才是重中之重 其他亮点也都只是产品主要功能的附加值而已 理智看待即可 净水器的过滤效果主要是来自于内部的滤芯 内部管路设计的滤芯一般由五级滤芯依次首尾相连而成 而决定过滤质量的主要在于第四级使用的是超滤膜 还是RO反渗透膜 二者的差别在于超滤膜的过滤精度最高可达到0.01微米 而RO反渗透膜的过滤精度可达到0.0001微米 也就是说RO膜过滤纯度更高可以过滤水垢重金属等 而超滤膜只可以过滤出大部分的杂质和细菌 但在降低水质硬度去除重金属方面效果较弱 适合水质本身上渴远离工业污染的软水地区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如果使用净水器 会把水中的矿物质元素都过滤掉了 不利于人体健康 但实际上水中的矿物质含量是极低的 我们每天吃一定量的蔬菜水果的话 矿物质含量就可以达到摄入标准了 值得一提的是 长期使用净水器要注意里面流出的水 在一定时间后也不一定足够干净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人们在使用净水器一段时间后 滤芯的过滤功能会受到影响 不及时清理更换 就会影响最后的过滤效果 等到滤芯满载工作又没有及时更换时 和直接喝自来水可能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要注意换星时间和成本 最后净水器攻击自来水公司 他们是有底气的 因为说的是事实 自己的产品也确实有可取之处 看似在打击自来水公司 其实是在同时助力两种产品的发展 但我们看待不同净水器企业的时候 却不能一视同仁 要防止他们过度营销 如果大家需要净水器的话 只需要从主要的科技功能过滤出发 理性思考判断 则优选取 知识TNT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